好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在台北市的室外即是影像 看起來天氣非常非常的好 是蠻漂亮的 但是要告訴您 溫度真的很熱 尤其昨天在花蓮標出了38.5度的高溫 今天同樣如此 而且未來這幾天 一天會比一天還要來的熱 好 外星雲土 我們首先就要告訴大家 可以看到在這個雲土上 整個太平洋的高壓勢力來得更強了 因此在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多雲道勤的好天氣 高溫炎熱的天氣狀況 只有清晨時分 在東南部地區還有橫春半島 會出現一點點零星的降雨 同時在今天 午後雷震雨的情況也會比較趨緩 所以在今天的天氣部分 大家要多加留意 當然就是溫度的部分 高溫可以來到32到36度之間 因此氣象局目前持續針對了多個縣市 發出了高溫警示燈號 我們來看一下橙色燈號的部分 落在了新北市 雲林 高雄 宜蘭 還有東半部的花蓮 這幾個縣市在今天都會連續出現36度以上高溫 另外黃色燈號的部分 則是落在台北 台南 屏東 還有就是在東半部的台東縣 這幾個縣市則是有機會出現局部36度以上高溫發生的可能性 另外還要特別提醒大家 在今天花蓮縱谷有機會出現38度極端高溫發生的機會 因此中午前後其實紫外線是比較偏高的 尤其是上午的10點鐘到下午的2點鐘 這時候如果大家要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曬工作 同時一定要記得多喝水 以免會出現熱傷害 好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走勢 其實就是一個字 熱 好 我們來看到從明天開始 依舊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整體說起來天氣形態都非常的熱 這樣子的天氣狀況會一直持續到下週一 而且現在還有氣象專家預測在週休假日的時候 大台北很有可能會出現39度的高溫 會挑戰今年大台北地區最高溫的紀錄 好 因此從週五開始會有所謂的淚熱浪就要清洗台灣了 大家務必要多小心 從下週二到了週三 天氣狀況才會變成下一點點的雨 午後會有雷震雨的狀況出現 但是無論如何這段時間溫度都很高 大家務必要多留意了 最後我們來關心今天的天氣小叮嚀 天氣很熱 記得多喝水 同時在今天 馬祖容易會有強風發生的可能性 這個部分也是要多小心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氣象資訊提供給各位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